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我们来做凉拌鸡爪 先清理干净鸡爪 洗干净之后 将鸡爪的脚头给剪掉 之后再把鸡爪剁成两半 如果你买的鸡爪是个头不要小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切 之后开始煮鸡爪 在锅里,鸡爪放入鸡爪这样的水 桂皮,八角,香叶,花椒各一小把 姜片,小香葱打个结之后再放进去 煮开之后,转小火 再煮10分钟左右 关火,捞起之后 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冰水里面去 让鸡爪快速冷却 再浸泡了一小火 再洗去浮沫 就可以拉起肥油了 之后开始准备凉拌的配料 洋葱切碎 辣椒切小粒 香菜去根之后切碎 蒜拌切成蒜末 姜切成姜末 然后再去纸 因为纸浸泡的时候会变苦 之后将所有配料放到一个大碗里面 放入白醋量白开 适量的盐 然后搅拌均匀 再放入鸡爪 搅拌均匀 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 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想更入味 可以冷藏过夜 夏天来一晚 凉饭鸡爪酸酸辣辣的更开胃哦 我是小琪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转发、关注 来支持我 我们下次再见